Hello 大家好 我是屎屎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拍些什麼呢 就是帶大家來到港島西郭富林這裡打卡 因為我之前就出了一集 是經歷香港好去處 港島西的 就是介紹經歷地城和郭富林的打卡好去處的影片 之後就有我的粉絲介紹我來到這個地方 我就想拍的影片是專門介紹這個地方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打卡很漂亮 這裡在哪裡呢 就是芝加哥大學的香港校園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背景 它是一些很有未來感 都有白色的建築物 所以今天特地穿了白色衣服來這裡拍照 我們Let's go 好啊 芝加哥大學香港校園是位於博富林密多里到168號的 那我就先說一下怎麼去 我們首先就是經歷地城站A出口出 一出去之後就會過對面馬路 右邊就會有個小巴站 如果有看我香港打卡好去處港島西篇的話 就會知道我們之前去過八大里教堂 還有香港大學大學堂的話 都是在這個小巴站搭車的 不過之前去這兩個地方就是搭23號小巴 不過我們今次去芝加哥大學香港校園 就是搭58號或者58號M小巴 兩架小巴都是在小巴站的盡頭 過了23號小巴這個車站之後 就會到58號和58號M小巴站 這兩架小巴都是乘搭7分鐘 過了5個站 之後是摩星嶺的樂車 之後就會到的了 在摩星嶺勁下了小巴之後 一過對面馬路就會是這個芝加哥大學的香港校園 好了讓我們一起參觀一下這個芝加哥大學香港校園 這個校園是將原本歷史為止的白屋建築群翻新 配合新的用途 然後再加入新的波浪型玻璃屋建築元素 還採用了玻璃幕牆 所以非常之型格和有時尚感 整個工程政府還好支了5.9億港元 而新建的教學樓都盡量用這個簽細的處理支撐 減少了歷史為止的改動 亦都盡量保留了樹木 所以令整個教學樓就好像沿浮在白屋和樹林之間 令人想起樹屋 所以整個教學樓都是以知識樹屋為主要的概念 而新建的大學樓就面向著一望無際的大海 在這裡讀書的學生可以一邊溫習一邊看著這個海景 真是羨慕死人 而我亦都拍了這裡黃昏的情況給大家看 如果想看的話就記得看到片尾了 那好了之後我就帶大家進入白屋裡面的展覽了 其實這裡也會有一些展覽 有些是要預約的 有些是長期都開放的 那大家就可以上去你的觀望看看吧 白屋裡面的這個展覽 就是記錄了芝加哥大學香港校園 現在這個知識樹屋的建築設計理念 還有改建的時候的過程圖 以及在1900年開始 這個地方在不同歷史時期裡面的發展和用途 它是以香港故事為主題 當中有六個歷史主題 分別第一個就是銀器炮台 就是揭力守護我城 第二個就是魔星嶺彭寮 就是短暫的容身之所 而第三個就是和家公兵團 就是重現戰後的香港 那之後呢 第四個題目就是 這個遼歐與平房 那就是講這個共建和睦的倫理關係 那第五個就是和家香港警察 那就是當時這個地方 是一個扣押中心 以及被護所來的 而第六個題目就是 現在這個時間點就是 成為了芝加哥大學的香港校園 之後呢 就是有這個香港回憶 這個展示範就是有這個 香港舊街景縮影和照片的 但是呢 我去到的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展示範要預約 那我去到的時候呢 哥哥跟我說要預約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已經悶了 所以我就進不了去拍給大家看 但是裡面就是一些 香港舊街景的模型來的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來這裡看 但是呢 要記得呢 預約先 一定要預約先 裡面呢 類似是這些 舊街景的建築物的模型 對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 那我們呢 在展示範圈旁邊的位置呢 就會有一位打卡的啦 就是呢 一些白色的格子牆 那陽光好天的時候呢 來到這裡拍照的 其實呢 真的很漂亮 看到這裡 這邊 然後呢 這個位 對 可以坐在這些椅子上 打卡 或者呢 可以在這邊 可以在這邊 這樣坐在這裡打卡呢 其實呢 都很漂亮的 整個白白 那其實呢 我最後一個位置呢 就是呢 在兩個展覽廳中間呢 就會有這個水泥場 和這個水泥桌子 其實呢 大家可以坐在這裡拍照 或者站在水泥場前面拍照 也可以的 再配合當時的日光呢 其實也挺漂亮的 那之後呢 我們就沿著旁邊的樓梯下去 就探訪呢 這個已經被廢棄了的銀器炮台了 那大家來的時候呢 就留意一下 開放時間呢 是早上10點到晚上8點的 而且呢 下去呢 這個銀器炮台的附近一帶呢 其實呢 也有很多 蟲林的 所以呢 大家呢 要小心點 遊蛇 因為呢 我去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也看到有個 蛇的告示牌 叫大家小心點 那所以呢 我也在這條影片裡 叫大家小心點 那好了 說回這個銀器炮台的歷史 那其實呢 它是1930年的時候呢 因為呢 英軍呢 就要對付一些快速的船艦 而興建了這個銀器炮台 那但是呢 1956年的時候呢 就因為呢 當時的政府呢 就要取消了所有的海防項目 所以呢 令到這個炮台呢 最後呢 就被廢棄了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大家呢 來到這個銀器炮台 想更加呢 了解呢 它的炮台啦 地面啦 地製關火庫等等呢 其實呢 旁邊呢 都前有呢 這個解說啦 還有結構圖的 那就可以很清楚 詳細地呢 了解到 當時呢 這個炮台是怎樣運作啦 好嗎 想不到在這個大學旁邊的位置 會有這個炮台的位置 這裡下去呢 真的很深的 還有呢 如果大家來到這個銀器炮台的話呢 就記得呢 要小心一點走 因為呢 其實呢 它的炮台呢 真的很深很深 雖然可能 看這條影片的時候 大家不太覺得 但我現場呢 真的覺得很深的 而 它那個欄杆呢 圍欄呢 也都不可以起到一個 很保護到的作用 因為那個圍欄 真的 那個洞很大 而且呢 鐵線是很幼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走 然後呢 那我們呢 走去這個炮台後面的位置 看看結構是怎樣 然後呢 這個炮台下層的位置 拍照 原來呢 都別有一番風味的 那大家呢 就可以看看我的打卡照啦 然後呢 那我們呢 沿著呢 這個的海景 那我們繼續走 走 走向 最後一個打卡位了 就是呢 一個 白色格仔門 那我們剛剛拍了白色格仔場 這次呢 就拍白色格仔門 都非常漂亮的 好啦 我們快點去吧 這次叫做A座啦 這次就有和Muffin的格仔門和窗 都非常適合打卡的 然後這樣 是在一個窗格裡 好啦 那我們呢 今集香港打卡好 去處之嘉哥大學香港校園片 就來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片的話呢 就記得呢 CLSS我呢 這個頻道啦 就是comment like share和subscribe 那其實呢 最後呢 我還送了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 日落 送給大家 在日望無際的海景做的日落 我真的好漂亮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就記得呢 給個like我啦 還沒訂閱的朋友仔呢 就記得subscribe我 那我們下條新片完啦 拜拜 我們下條新片 我們的燈茶 我覺得 ah 优优独播剧场——YK